今天上午2018中国龙州公开赛上海普陀站 第15届上海苏州河城市龙州国际邀请赛 在苏州河举行 来自国内外的51支队伍展开了水上角逐 上午10点随着裁判发令枪响 四支龙州如蛟龙出水 船桨上下翻飞 船行水中批波展浪 比赛精彩分成 岸边观赛市民的加油呐喊声也不绝于耳 在龙州的话 其实它是需要团队合作的 对它以后的成长 包括让它了解团队合作意识都是有效果的 现在这水已经比以前好多了 现在你看我们可以在上面举办很多活动 现场竞技异常激烈 最终连续参加了五届比赛的海诗大学龙州队 再次获得高校组冠军 每一个队伍发挥的都非常的好 然后大家的团结的精神体现得非常的凌厉尽致 此次比赛共吸引了国内外51支队伍 近千名运动员参加 比赛之余孟清园还举行了主题游园活动 上海电视台记者报道